大家好,我是毛书航 我喜欢绘画艺术和音乐 是广告设计专业的大三学生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设计师 因为我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 是浙江省著名三水画家 余任天的曾孙女 由幼儿园开始就学习画画 到现在已经涉猎了动漫 服装设计、色粉笔、速写等多种绘画形式 夏冈里面大学的设计专业 在全球的百年第20位 所以我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实现我的幻想 而且我也喜欢李大清一色的红砖教学楼设计 仿佛一座城堡一样 设计师专业 大一大二基本都是实践课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课业量的增加 我在大一的时候要做一本纯手工的Process Book 由于希望做得完美一点 结果体验了40个小时没睡的魔鬼经历 但是这样的学习模式 也让我增加了许多实践经验 像是抗压和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的能力 我最难忘的学习经验 是学习一门跨专业的选修课 Join Tool Illustration 老师非常认真负责 常常下课后留多一两个小时 仔细评讲完每一位学生的作业才走 有一次我问老师 他为什么这么有耐心 他说 现在香港专业的插画师越来越少了 我要尽自己的力量 将插画传承下去 而学生对插画的求知欲 就是我的希望 这位老师不仅仅传授了 扎实的绘画知识给我 更教会了我什么是热爱 什么是责任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动 我也很用心学习 在画画高手如云的平面设计班中 拿到了A grade 学习这门课程真的让我终身受益 在大二的时候 我选修到了柬埔寨的服务学习项目 是帮助柬埔寨一家MGO 开的餐厅拍摄宣传片 在过程中 我不仅学到了非常实用的摄影技巧 也学到了如何结合视频音乐文案等元素 去真正讲好一个故事 因为我本身的广告设计专业 也是需要运用影片去打动客户 所以这门课目让我学以致用 对我专业本身的帮助也非常大 我感觉来到理大学习 就像用一把钥匙 打开了我通往世界的大门 透过这道门 我认识到了很多艺术家和设计师的作品 我毕业后 计划在广告公司工作两三年 在决定研究生的进修方向 我希望未来能够设计出一些 改善人类生活品质的作品 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了